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经济运行中正在出现的一些黑科技产业 提到中国的科技创新 有一个热词不得不提 它就是5G 5G实际上指的是一个行业标准 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如果把2G 3G 4G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比作一个不断修路拓展通讯通道的过程 那么5G时代来了 我们究竟又能做哪些4G时代做不了的事呢 除了速度更快 还能带来什么新的体验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去更加深入地认识5G技术 对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林志培来说 3月16号早上的这台手术非常寻常 在3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 林志培已经操刀过近1000例为帕金森患者脑部植入起搏器的手术 但这一次 躺在北京手术室里的患者和坐在海南三亚办公室里的他之间的直见距离 接近3000公斤 脑起搏器植入手术的原理是将电极植入到患者脑部特定的区域内 通过调节脉冲强度刺激患者神经元 用于治疗帕金森癫症等神经系统疾病 林志培今天的任务 就是通过远程操作电脑上的医疗软件 控制北京病患头上的马达 并通过实时探测到的脑电波图形 在6毫米的空间内 为马达所连接的电极找到最为精准的植入点 只进去6个画面 在大脑这个人体最为复杂的器官里 进行如此的精准定位 能完成这项手术的主导运势 往往被人们称为神导 不过林志培所在团队的骨干 却相互调侃自己是飞刀 可能有条件 让经验方面欠缺一点 什么都帮忙 我们经常是叫 有些人说就叫飞刀 是这个意思 但更多的时间 林志培和同事们 还是在北京 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需要安装脑起搏器的患者们 大多行动不便 进京的旅途周车劳顿 对他们不光意味着更多的不便和风险 还有高企的经济成本 青海的一个病人 它是一个急降低障碍 就全身躺在床上的 对吧 它根本就没办法来 它到北京来是在坐飞机坐不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 因为通过互联网的技术 通过远程的技术 使更多的老百姓在当地 就能得到这个谣法的治疗 实际上从半年前开始 林志培的团队就开始为这样的远程手术做准备 然而相距千里却不可差之毫厘 能在这间办公室里帮助林志培完成这台手术的 除了看得见的鼠标 还有看不见的远远机 如果采用传统的4G技术 大夫在每点击一下这个 向上或向下的按钮的时候 传到北京的手术室 那么就将近要300毫秒的一个食言 那5G技术降低至30毫秒 这30毫秒就是正常人说十分之一个字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对于大夫来讲 他的这个判断的话就跟在本地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4G跟5G的一个下行风势速率的一个对比 左边这个也是4G目前的风势速率 大概是在一百零几兆左右 当然里面的风势开始到110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5G的风势速率 它是超过了一剂比较 所以从那种5G跟4G的速度对比上来说 5G的速率基本上是4G的10倍以上 而今天这位北京手术室内的患者 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毕竟对这个网络还是对网络还是有点细心 我合计主要是信任301医院 这台手术背负的不仅是来自一位患者的信任 更是来自更多患者的期待 手术室外 患者家属还在不安地等待这场世界的结局 不到两小时 电极就已经完成值 而且只需0.5毫安的电流刺激 病患之前双手的严重颤抖 就完全不到控制 显然林志培对今天自己和5G网络的表现都很满意 但是手术当天只是一个临时电流暂时控制了症状 要在10天以后病人复诊时起泊器才会正式开启 那时手术是否真正成功 答案才见分晓 咱们已经把电极放进去了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要跟你开机了是不是 好 期望不 期望 一番调试之后起泊器正式开机 还倒吗 就算是好 不倒了吧 好了吗 好了 灯不倒了 灯不倒 是神了 灯不倒了吧 咱们给你开机就不倒了 能维持多长时间 能维持20年 这个降职这个 是我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吧 是吧 您这是马上那个报告好消息 是吗 给家人 是 他妈在家到底呢 到底呢 康复的患者崔国清兴奋不已 不等儿子发完微信 他就到了楼道里走来走去 自从换上帕金森之后 他已经五年 没有这么利索地迈过布了 份儿精神 您现在手脚方便了 现在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咋呀 自己旅游去了 我就肿了 定位精神 医术精湛 远程5G 再上神奇 当5G 助力三亚和北京之间的首次远程手术顺利完成的时候 在两地之间的上海 中国家电消费电子展会也早已门停若市 这是全球三大家电展之一 在今年的展会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家电厂商 不约而同地希望让自己的产品能够尽快搭上5G的宽车 我们把我们的显示设备升移到了8K 8K内容目前的宽带的这个带宽是传输不了的 那随着5G的到来 8K的内容传输不再是个问题 实际上早在2013年深圳的高焦会上 就由国内厂商展示的98英寸8K超高清显示屏 但是因为受限于节目员和传播信道 迟迟无法走进普通家庭 今年8K电视扎堆爆发 正是在等待5G的东风 而除了电视 智能家居也把即将来临的5G时代视为新的风口 对 非常快 早点就快开始了 那么接着我们来到卧室这个区域 客厅这个区域 我就可以对他说我回家了 我对着电视说也可以 对着手机说也可以 或者对着智能家居都可以说我回家了 然后这个里面的灯 空调 空连 还有空气化器 这些家电设备 他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年度 按照商家的设计 这套智能家居系统 将面部识别 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等交互技术 取代传统的遥控器或者手机操作 打造出一个智慧家庭 但在展会上 观众却无法亲身体验这些酷炫的智能场景 4G环境下出现的这个尴尬场面 是智能家居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而相比之下 5G技术能够支持更多的连接设备数 传输速度更快 家居设备之间连接将更紧密 从而提高整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的智慧化程度 在技术与需求的双轮驱动下 5G正在加速到来 从远程医疗 无人驾驶 VR到智慧城市 众多垂直应用 巧手无担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 2025年 中国5G连接数量将达到4.6亿 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位列全球比例 而中国信息通信院发布的 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 测算了5G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总产出上 按照2020年5G正式商用算起 预计当年将带动约 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 2025年 2030年 这一数字将分别增值3.3万亿 6.3万亿元 这样诱人的蛋糕 自然引得各个垂直行业短兵相近 而当上海会展内的观众 还在用4G手机为各种5G概念终端 拍照流影时 远在150公里之外的杭州街头 一部5G手机的样机 已经在真实的5G网络环境之下 开始了又一次测试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测试相机 主要用来测试5G的外场网络 和中端的一个端到端的业务 这个是传统的4G手机 它主持是4G网络 这个是4G和5G都支持的 开始 这是一个G的文件是吧 对 这个软件下载的话 它就是显示在下载中 如果一个完事之后 我们可以到这个本营目楼 就看下载以后的文件 按照5G的理论峰值 一个G的文件 应该在一秒钟的时间之内 就能下载完毕 即平常人们所说的 一秒钟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这也将会是普通消费者 对5G速度 最为直接的体验 但是秒钟上不断变化的数字 却给这次试验 泼了一盆冷水 这边有没有下载的 我们到本营目楼 而且还在下载 这我跟它下载 有一个G的文件 那就是用了40秒 应该差不多 一个G的文件 花了至少40秒的时间下载 换算下来 每秒的速率不到26兆 完全没有传说中的5G速度 这是样机偶然失手 还是另有玄机 测试人员又换了 一个300多兆的文件下载 这完全下了 10秒左右 宁管第二次结果 比第一次有所改善 但每秒速率 也仅为30兆左右 在5G网络环境下 这台样机的两次测试结果 都与预期有着巨大的差距 未来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那么5G技术 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 实际商用的 它是终端和网络 需要大量的兼容性的一个测试 我们应对不同的网络场景 同时我们新的支持的手机 其实在功耗 性能指标上 它要达到那个极限 我们当初设计的那个指标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过程 业内有句话叫 4G会改变你的生活 但5G会改变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 5G在无人驾驶 数字医疗 VR 智能城市 智能家居等众多垂直应用方面 都被寄予了厚望 大量为5G而生的产品已经跃跃欲试 只等5G这条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 尽快完工 而修路就必须要有基站 3月11号杭州移动正式宣布 开通了全国首批5G商用网标准基站 这让我们离5G时代 似乎又近了一步 那么现在杭州的5G网络建设 到底怎么样了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杭州前江新城大剧院附近 工人们正在准备安装一台5G基站 在杭州 所有的5G基站 都由国内通讯设备制造商提供 提升度会比我们现在市计的基站要高 这里就三个口 就是特别来了三个线 就电源线 还有我的两个快线 如果是一个市计的基站 它一般出来的话 有四到八个线 它线也少 然后还有少了一些设备 所以它的安装也是会 相当来说比较简便 2019年1月 我国发布的5G技术研发试验 第三阶段测试结果表明 5G基站主要功能符合预期 达到预章用手批 今天安装的是 中国移动首批5G商用网 标准基站中的一个 与之前的测试基站相比 商用网标准基站的灵活度 稳定性和覆盖范围 都有所提升 这个楼好像18层 对 你看窗外全部都是高楼 作为中国首批试点城市 杭州5G网络 将在今年上半年覆盖 主城区核心群 而首批六个商用网标准基站 是否能够实现 有效和稳定的网络覆盖 成为陈俊和他的小伙伴们 近来最重要的课题 这两位专门从北京总部 赶到杭州进行测试的年轻女孩 都是5G工程师 新的基站刚刚安装完毕 他俩就已经和设备厂上的技术工作人员 在附近一栋高楼的46层 开始了信号测试 一格两格的信号 对 现在信号只有一格两格 测试数据并不乐观 工程师们怀疑是基站参数设置的问题 传统的4G网络 如果想要覆盖这样的高楼 只能在楼顶架设基站 但是今天测试的5G基站 是在离地面只有30米的地方 对高楼的垂直覆盖 正是5G与4G新增的功能之一 咱们是针对于道路覆盖 和针对于高层覆盖 都有不同的参数对不对 对 是我们有很多套方案 对 有的全程是能覆盖 喂 那个修改成 那个垂直25度那个波数 已经执行 已经执行 10秒钟 10秒钟之后 请查看一下基站状态 接到指令的后台工作人员 迅速调整的参数 加强了5G信号 在垂直方向的覆盖 10秒钟后 46层高的空间之内 是否能够得到更强的信号 工程师们在忐忑中 等待答案揭晓 对 对 对 那你两个有在这么高层测试过 我没来过这么高层 没有 就真的很高 以前我们最高就30层 10秒钟后 测试软件显示的信号强度 远远超出预期 满满的5格 5G网络垂直覆盖功能 在这种高楼场景下的出色表现 年轻的工程师们在纸面上推算过 在实验室里测试过 但今天是第一次在现实环境中得以实现 他们为自己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而兴奋地 然后你看咱们这么高 它那么低 其实我觉得 从覆盖到这儿感觉很神奇 但是这个真的是超过了我们 如果这种东西的话 它以后能够解决的场景就 手段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了 是的 是的 你记忆就不太大 短暂的喜悦 很快被持续不断的各种测试严密 夜幕降临之后 工程师们又缤纷几路 在5G基站附近 开始日常的网络测试 现在基本上是三班岛 今天我们测试的主要是一个速率 这条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速率 现在中段这里有一个掉线 明明是在5G信号的覆盖区域 为什么突然出现掉线呢 在徐林中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另外一个测试小组的数据 也出现了异常 从两个G下降到了400多兆了 天线这个下青角 我们有没有做好优化 因为会不会出现重叠覆盖 和很多个声音一样 直到巡查结束 车上的讨论依然在热烈地进行 单兵作战的徐林中 也带着问题 假如大部队 里面是速率直接掉领了是吧 对对对 我是这边后来 然后掉 然后就脱网了 但现在这个干扰好像比较难定位 我们现在也 我这边后台反正也帮他们帮忙查一下看 当时有没有一些突发的一些 看一下山下型干扰 看看是大概都有多少 一天晚上同时出现了两次数据异常 虽然杭州本地也在开场 但陈俊还是把这个问题带回了北京政府 他打算跟更多的同事讨论一下解决方案 作为运营商 要铺开5G网络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是我们会议室一定表 大部分都是我们5G的一些项目 这个是规模实验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智慧网络 还有那个垂直行业 然后这些都是需要抢的 你看上面话来话去 就是我们抢来抢去的一个结果 北京杭州两地工程师们的集思广义 最终解决了之前的掉线 和素领突然下降的问题 华灯除上春风拂面 徐忠林又一次出发 在5G时代到来的前夜 正是这一次次的检测 一次次的调试 一次次的磨合 附就着一条更快更宽的未来之路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5G技术成为世界各国争相追捧的时代新宠 回望过去 中国从1G空白 2G跟随 3G突破 4G同步 再到今天 5G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我们正在把通向未来的钥匙 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5G所开辟的万物智能连接新时代 将为经济社会变革带来无限的想象力 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有力支撑 新兴产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 无论期间经历了多少波折与挑战 在历史的检验中 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实力不断壮大 由此带来的也必将是民众社会更大的福祉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